刚才在化妆间的时候 刘瘦说最近她对科学发展了兴趣 没错 因为我在来的路上看到了一篇 使我非常惊骇的文章 那篇文章当中说呢 以后即使我们的肉身不存在了 但是因为我们的脑电波 还是在持续有反应的 所以呢有可能我们成为 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依然存在的两串脑电波 在互相因为对方的刺激 而发出反应 但是你却不知道 这个人的肉身 其实已经早就不在了 多苦不过啊 就是说我们的计算机 可以把一个人的脑电波 存储下来 是的 然后比如说一百年以后 我输入一个美男的照片 然后刘瘦的脑电波 依然发生了波动是吗 哎呦能不要这样吗 我需要拥抱 那个也是另外一个脑电波 吓死了就把 主要把那美男子给吓死了 我不想为了永垂不朽 而换一串虚幻的脑电波 所以我们要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大家在虚拟空间当中 好像有很强的社交能力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人在社交方面 都有自己的瓶颈 困惑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打招呼呀 深度的交往啊等等等等的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 就是说如何跟陌生人打招呼 按我们北京话说 就叫怎么套词 也有一种比较这个通俗的说法 你怎么样跟一个陌生人搭讪呢 是吧 其实这里边也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 大家在候场的时候 特别是现场的女士 有没有被陌生的男士过来打招呼的 有的就举手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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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多呢 你们今天来都是干嘛的那些 搭讪人的人 咱们这样吧 要不从第一排开始好吧 你先不用指出是哪一位男生啊 就省得让他脸红啊什么的 就是你给我描述一下 他跟你怎么说了 你当时的感受如何 就是今天在外面等的时候跟我朋友 然后先是有一个男士 然后过来问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是不是来参加节目的那样 然后你对他的感觉是 我对他的感觉就是 他就是来搭讪 那你理他了吗 你理他了 你理他了是吧 对 就是你并不反感他是吧 对 我想问你 你刚才说你跟你的朋友是另外一个女孩还是 所以他只搭讪了你还是你们俩他都搭讪了 应该是一起吧 这好一十二年 对 这功夫比较高 好请坐请坐 我们刚才后排的哪位女士 他先介绍自己 然后就说想做个朋友以后可能就说多认识人士吧 就这种 你的感觉是 朋友也无所谓了 我特别想知道那个男孩他长的什么样子 他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他给你留下印象 挺思维的感觉 挺思维的 对 看着不像有不良企图的 看着不像 长得挺诚实的 这边还有一位 来 这位 你也给我描述一下 也是我一个人在外面候场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男士过来问我 一个人在这儿是干什么 我说我等着那个来录节目 然后我问他来做什么 他说他是来看 大学宿舍的梦中情人 就宿舍男生的梦中情人的 那是刘硕啊 不可能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生出来 那哪个阶段 然后呢 这句话让你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 那我当然会问他是谁啊 我会很好奇 然后他就说是你 九阳大 他得多老了呀 我的天哪 然后你们俩就迅速地找到了共同语言 因为你们今天是来做同一件事 然后这样子其实没聊多久 因为就要过来候场了吗 大概就是这个 你对他的感觉是 就是大家正好都在外边等着 没事做互相交流一下 很正常 所以对他的这种交往的方式也并不反感 对吧 好好好 谢谢 我们谢谢三位女士 谢谢 极有可能我们的三位女士 就是来跟你们接触的这一位男士啊 现在我要跟大家说 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真的啊 对 有可能是同一人 我们一起来指证一下啊 看看是不是他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嘉宾 社交培训师阮奇 掌声有请 你好 欢迎你 人杰 你好 你好 是他吗 是 来来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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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人杰 欢迎来到天下女人节目 我知道你是做这种社交能力的培训的 我觉得这挺新鲜的 就是怎么想着干这 是不是你找不到其他工作 我大学毕业以后自己 因为也是自己 没有去那种正式的公司工作 我自己单干 所以社交圈的比较小 那这时候呢 我有时候也会搭讪 很多年以后吧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搭讪的一个论坛 后来我就经常在那个小组发一些 我当年的搭讪故事 但这些故事就是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他们就让给我写信 说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该怎么办 怎么说 女孩跟我说这样的话 我该怎么应对 后来我一时兴起 我就说你们要既然这么喜欢这件事的话 那咱们某天某月某一天就约到某一个地方 我亲自带你们去搭讪吧 后来就第一次就来了六个人 四男两女 然后当天下午基本上都要电话了 都要着电话了 都要着电话了 后来这个活动就每周都办下去了 我发现我挺喜欢这事了 乐在其中 就一直一年一年办到现在 要跟大家说一下软骑是 当然咱们是核心问题 软骑在大学里学的是心理学 所以我觉得其实心理学 对于这个社交的这种能力 实际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然后回答邱威的 女客家就是厉害 直指核心 赚了你 开始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免费的 后来逐渐的 因为这个活动就不光是搭讪了 他们搭讪以后呢 他们还会问我 说我要到女孩电话 应该怎么跟她联系 怎么约出来 如果我喜欢的话 我怎么把它变成一个真实的关系 那么这个活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 教他们怎么能够去找到 自己一中人的这么一个培训活动了 就收费了 就是 那你做了这个行业之后 你发现这个市场需求大吗 在我自己的这个小天地里 我发现需求还是挺大的 因为不断地有人给我写信 通过网络找到我来向我学习 对 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主要最常见的问题两种吧 一种是他们社交圈子小 根本就在自己的圈子里 没有自己可以愿意交往的异性 还有一种是一种心态问题 就是他碰到自己喜欢的女孩以后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聊了 这个也特别普遍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不仅男性和女性的这种初次交往 或者是 就是比如说同性之间的 大家想做个朋友 社交场合都会遇到很多社交的瓶颈 因为我们的比如说父母 我们在学校的教育 他主要都不教我们这个 是吧 让人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脸一红 不好意思就坐在那个什么教室 或者一个会场的一角 其实那种人挺多的 对不对 咱们可以这样 咱们这个说不如做 是吧 然后我们就现场呢 我们找一位男士 再找一位女士 好 然后呢 就是真是要完全不认识的 你们现场来看看 就怎么样能够跟陌生人开始一段谈话 然后我想呢 软气可以在旁边呢 略加指点 好 这位美丽的女士 在饭店的咖啡厅里 正在独自用茶 你呢 特别想认识她 这时候你走了进来 你就开始 好吧 来 我们退居二线 你好 那个我今天 你叫什么 美女 美女 来 妈你在干嘛呢 你注意身体不要总是忙着工作好吧 可以 那你一会呢 行 吃什么是吗 拜拜 谁跟你说她容易咋舌 美女 你好 那个今天我忘带电话了 可以用一下您电话 找个电话 用一下您电话可以吗 行 好 谢谢 我先找个电话 你好 行 好嘞好嘞 再见 谢谢 好 不客气 不太知道怎么去 怎么再进行下去呢 对 你就打算一直做呢 然后或者去为她买单 我感觉买单应该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为什么呢 你也太现实了 不是 不是说因为金钱的一个方面 就是说我去为她买了单 未必她就知道是我为她买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那你就打算在这样借用电话之后您就走了 我感觉这样 您谁来开邮的吧 您这不是来打下去吧 也可以说通过就是我朋友的电话知道她的这个 那这样会变成骚扰 心机呢 太可怕了 这不一定是骚扰的 这个可以说到时候那个打个电话就会那或者说发个信息 沟通一下认识一下 只是说可不可以做个朋友 我就上次借了你的电话 就非常感谢你就是把你的电话借给我了 我们问一下这女孩你觉得这招管用吗 如果她在给你发信息或者打电话的时候你会理她吗 我说实话我觉得有一点点无聊 主要是她没给你买单 你这个方法是错的 她应该把单买给人留有好印象 好 来 软齐来 点评一下 等会过来 你这今天是免费的培训 因为你来天下女人 所以这样软齐先教你两个 您说说他们刚才这样的一个搭讪 试图这个社交破冰嘛我们就叫 她的方法得当不得当 第一点她坐的位置不好 她应该坐这个位置 当然这个位置应该把椅子稍微的再拉开一点 就是离得远一点 但是不要中间隔一个空椅子 这样的话你说话本身就不太 局面就不太好了 就不舒服了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不要去通过你刚才想象那种 觉得很聪明的方法去要电话 因为这样的话你隐瞒了 你像一个陌生人隐瞒了你的真实目的 那么这个女孩会对你缺乏安全感的 你就应该告诉她我是想来认识你 我可以坐在这吗 她要让你坐的话 说明她对你第一印象过关了 那么你可以接下来去聊一聊 如果她根本不让你坐的话 那么也没有必要打搅这位女士 就是用一用诚恳简单的方式是最好的 开诚步 对如果她要愿意跟你聊的话 那你坐下来的话 你可以不要马上提要电话这事 你可以聊一聊这个咖啡厅啊 招着水果啊 不可以 你又坐下来就说这什么茶呀 我那茶好多了 我想是感谢这两位朋友 谢谢 谢谢 对但是我的第一个感觉 如果有一位男士这样问我接电话 在现在这么复杂的社会情况下 又是在一个公共场合 我很有可能跟她说 那有公用电话你到那打 我没带钱 是吧 没带钱 那你还来咖啡厅 所以软秦说一下你的这个观感 还有就是你会提供一些什么样的 让人既觉得有安全感 但是又能够容易对你产生好感的一些交往的方式呢 我的体会还是你应该直输来意 就告诉对方 我就是想来认识你 但是愿不愿意认识 你可以自己来决定 你们那里有总结出来一些什么样的 万金油 对 有普遍性的 搭讪宝典 比如说有的男性 他可能一上来 他就有很多疑问句 对 小姐你多大岁数了 就比如说这个第一句话 我觉得很重要 本来问句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搭讪呢其实是你们相互的一个交流 尤其是你想认识别人 那你应该把你的信息先告诉别人 但是呢他是把自己隐藏起来 不断地向对方索取信息 这个其实就让女性在心理上有一种抗拒感 甚至不只是女性 你跟任何人这么聊天 开头都不是一种好方法 应该是一边向对方袒露自己的信息 一边适当地去询问对方的信息 这样的话才构成一个双向交流 这招我觉得挺管用的 没错 就是说男士们女士们 就不要一上来就去索取别人的信息 少用疑问句是吧 多说说自己的事 我觉得以女的来说 其实我很喜欢那种 就是说分享性的搭讪 她是陌生人 然后她在分享这个东西 然后会让我心情非常的放松 确好跟你也有共鸣了 当人和人之间可以分享感受的时候 那么会传达出更深层的一种安全感 或者说一看一个演出 这节目真傻 但是呢 这也会引起共鸣 我认为 没错 我也觉得 是啊 傻了 演奏家的夫人 完蛋了 但是我想强调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上来 跟一个陌生人分享感受的话 它是一个高风险 高回报的事情 就是如果她要是跟你 恰好有共鸣的话 那你很快会走得很近 她如果要感觉 正好不在这的话 她会觉得你很奇怪 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个派对 去吧 有很多 我们不认识 然后正好我们在那吃那个 比如说自助餐 然后这位说 今天这牛肉不错 你可以尝尝 我觉得这很 我又不喜欢她太贪吃了 她哪不能吃牛肉 可不可以 我觉得男人爱吃挺好的 说明她很正常 比如说如果 如果有一个男人在你旁边说 太油腻了 不吃 如果你说的这种情况呢 她有一个前提 就是在一个派对 在一个派对的话 本来本身来这个地方的人 大家就有一层安全感的认证了 对 但是要在大街上的话 纯粹的陌生人呢 就不能够上来 就说感受了 这是有一定危险的 你想如果你走在大街上 突然有一个人说 这牛肉很好吃 你会撒去就跑的 明白了 所以其实作为交往的 重要的一个部分 让对方有这种安全感 和一种 就是在适当的这种 适合于这个社交场合的话 是很重要的 对吧 对 那你再跟我们说说 比如说这些学员 他们都来找你了 是吧 阮老师 这个我见了陌生人 就脸红 心跳 然后就张不开嘴 我该怎么办 你有一些什么方法 能够帮他们打开这尖兵 Coco Chanel说过一句话 说你每天出门的时候 你要把自己弄整齐 因为你不知道 你今天出去会碰到谁 我一点都不反感他 我对他还有很好的印象 然后我脑子里 叉叉叉叉 联想起来很多的故事 后来他说了一句话 彻底地把我从幻想当中 一下给打醒了 那你再跟我们说说 比如说这些学员 他们都来找你了 是吧 阮老师 这个我见了陌生人 就脸红 心跳 然后就张不开嘴 我该怎么办 你有一些什么方法 能够帮他们打开这尖兵 首先让他们习惯被拒绝 真可怜 很多人不敢跟别人交往 不敢表达的一个最本质深层的原因 就是还怕拒绝 对 他觉得拒绝对他来说 意味着非常大的一个失败 特别恐怖的一件事情 没面子 对 我让他做这件事情 一方面他做 一方面让他看 你看被拒绝了 活得好好的 没事 但不然的话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种 在这种团体中的这种起因 以后他就会习惯了 你身为一个男人 看到你自己喜欢的异性了 你告诉他 你想认识他 你又不是想跟他求婚 只是想认识他 他如果不愿意的话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你也不是能够吸引世界上所有的女人的 但是你要想找到 那个喜欢你的女人 那么你就应该做这件事情 你不做的话 你的机会就小 对 没有第二步 没有以后的事情 你说的那个在医院里 有一天我们刘硕在医院里 他遇到了一件事 你再跟他分享一下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终身难了 就是某天我去医院看眼睛 其实我是想咨询一下 那个近视眼手术 就是得以使我的形象 跟其他的病人区别开来 因为我看起来毫无病态 然后在那排队 我后面是一个高高大大 白白的戴着眼镜 很斯文的一个男生 我一转头就经常 索尤喵一下 我就注意到他了 其实他在观察 这个男生不错 他也对我微微一笑 然后挂完了号之后 我们俩又在走廊里 给相遇了 我就知道他就是欲言又止 已经想跟我说话了 我也速度越走越慢了 就像那个电影的桥段一样 从两边走到中间 对 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也是已经产生期待 我一点都不反感他 我对他还有很好的印象 然后我脑子里 叉叉叉叉 联想起来很多的故事 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可能也 真的是各种小说看多了 还是有点多情的 我自我来反省一下 后来他说了一句话 彻底的把我从幻想当中 一下给打醒了 他说什么呢 小姐 你是来推销医疗器械的 你到底说什么了 让人对你有 我什么都没有说 就是因为我看起来 毫无病态 不像生命吗 对 他其实应该 就问我一下 当然这句话一下让你觉得很尴尬 是吗 非常尴尬 而且 而且我就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感觉 就总之我觉得我再也不可能理这个人了 就是接下来他又开始问我 那个 我说不是啊 对啊 他说那你来 他说那你来看什么呀 我说我没病啊 就更奇怪了 没病干嘛要到医院 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他说 那那 那我们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我说好啊 我一秒钟的迟疑都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就早就想好了一种貌似答应的拒绝方式 然后他给我拿过纸和笔来 我叉叉叉给他写好了一个邮箱地址 他后来给你写一不见了吗 写了我根本不理他 因为我不是推销医疗积职 所以就是这个第一句话还真挺关键的 太重要了 就如果你是那位男士应该怎么样 对就在医院里 就要想跟他开始说话 那我就说我是刚才站在你身后的那个人 我其实挺想认识你的 我就会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你以后感觉挺不错的 那我没觉得你不错呀 你很厉害啊 你这是什么回事你 如果今天能够认识你的话 我觉得生这次病也值了 你知道这句话为什么特别打动我吗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幽默感的男生 这样的一个有幽默感的男生 他一定不会太坏 他一定不会性格太坏 他一定也有一点这个知识的修养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 其实我不是那么简单的就答应的 因为我看这个人呢 不光是他跟我说了些什么 重要的是他的仪表仪态 还有他说话的方式 说话看着别人的眼睛等等 所以你会对你的那些学生们做一些这些方面的培训 对 身体姿态方面 对 都要做的 比如说 首先呢 要离对方呢 保持一臂的距离 就是我伸出手 我够不着你 这个距离会让对方觉得安全 对吧 他其实有他的科学道理 如果我要能够得着你 万一抢个东西啊什么的 这是人的一种下意识的心理安全距离 对 一臂距离 同时呢 你要让你的音量尽量的大一点 说话声音不能太小 声音要坦然 还有一个呢 你要站在对方的稍微前方一点 把你的身体的大部分面积 以及你的双手都坦露给对方 这样的话 人的下意识会觉得 这个人是坦诚安全的 就真正在培训当中吧 即使你告诉他这些道理 他真正去操作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就根本做不到 就各种各样的都有 我在远处看着 我觉得就跟坏蛋似的 流氓似的 说什么样的就跟小坏蛋似的 我就批评他 我说你刚才那个完全没有做到 你怎么跑上背后跟人说话了 你怎么跑上前头 突然一回头跟人说话 我说你没有必要去向一个女士 掩饰你想认识她的这种意图 你在接近她的时候 你的目光 你的这种 你的身体就应该朝向她 对对对 其实应该整个处于一种 非常坦然和真诚的 放松 而这真诚是非常重要的 就你要向对方表现出来 我确实很想认识你 我不是来闹着玩的 罗老师 我可以提问另外的一个问题吗 可以 就是说作为一个女性 我应该如何跟我心仪的男生搭讪 我说的这个心仪 也不是指我要跟她产生什么 她的关系 就是说你很有好感的 你愿意认识她 多一个了解的机会 这种其实非常简单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这个牛肉好吃 这种饮料我以前经常喝 我说这个位置挺好的 我以前来这咖啡厅 我喜欢坐在这 坐在这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最好的 我再分享一下 就是说 我觉得其实被搭讪是一个女人 我觉得礼物 就是上天给你的礼物 你看比方说刚才 那个女孩和这个女孩 就是她们三个人 就被搭讪有一个特征 就是比方说她笑容很好 就是我觉得有几点是具备的 Coco Chanel说过一句话 说你每天出门的时候 你要把自己弄整齐 因为你不知道 你今天出去会碰到谁 所以呢 首先呢 就是说你 不一定是要浓妆 一定不要浓妆 还有一点 就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用的 就是示弱 就是当你在一个场所里面 你表现出 你很需要帮助的时候 基本上周围 稍微有一点点 身世意识的人 他一定会帮你 那些水平都打不开 对或者是 空的水平都打不开 帮我拧一下吧 手无腹肌之力 或者男人的天性 他其实真的是要保护别人的 就是当你这个 其实就是说 你应该给男性有这种机会 如果你还愿意 对 被他 好男人应该有这种 怜香惜玉的这种 就是赞同 这点我非常的认同 就是因为我在青春期的时候 我最大的痛苦 就没有男孩子给我写纸条 你知道吗 其实我特别期待 真的 而且我们班有几个挺帅的男生 他们一个人都不给我写纸条 特受伤害 然后呢 但是呢 我就是不知道示弱 比如说我们班上去秋游吧 什么就到爬山什么的 哎呦 我现在想起来 我真笨 我不仅自己背着包 还把别人的包拿来 天啊 这位哥们 然后我们班就有那种 特别美美的那种女同学 呀怎么办呢 都背不动了 然后所有的男生 你都过去帮他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 特别有这种小小的 醋意翻滚着 什么呀 这个 像我们那么好的女生 都没有人来踏实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要告诉男生的是 女生心里也有些 小小的挣扎 其实他们需要释放出一些信号 然后要 你们要善于捕捉到那些信号 我就想知道 你这种特强壮的女生 如果哪一天 你期待当中的事情 在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忽然发生了 就有人跟你搭讪了 都特别高兴 然后你说 什么反应啊 所以有人请我说 说那个 今天的大学的时候 你就说 那今天我们一块吃小炒吧 哎呦 太好了 但是我现在发现 这个女孩啊 就像我这种 我觉得情商比较愚钝的 就有的时候 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反应 比如说 其实我觉得拒绝 也是需要一定的 艺术 艺术 因为其实我觉得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 哪怕 她并不想跟这个男生交往 但是这个男生 表达了对她的某种欣赏 她还是心存感激的 所以我觉得 当一个人发出这种感慨的时候 就一定是 她在这方面 有一定的这个忏悔 来跟我们讲讲 你究竟是怎么不合适的 拒绝了 来向你搭讪的那个善良的 可爱的男生 我跟你说 我现在发现我这人特别笨 我在美国这个留学上 当然我已经结婚了 然后我们班上有一位 这个美国同学呢 他跟我是一个这个 我们那时候拍纪录片嘛 他跟我是一个组的 然后我们一共有三四个人 一个学习小组嘛 大家关系都特别好 出去 哎呦我还是那样 三条架我来拿吧 我怎么这么笨呢 然后他有一天 我在宿舍的时候 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说Lan 他就叫我Lan 说那个 我买了这个周五的票 你愿意跟我一块去看电影吗 但是你知道这个在美国吧 就是如果约一个女孩子 去看电影 而且还要求 比如看完电影以后 我们一块吃个晚饭 这就是非常明确的 求爱 就是恋爱 约会 约会信号 但是他一跟我说 哎呦我就一下 蹦一下的 别解释 你怎么回答人家 我就回答人家 我说但是我已经结婚了 但是我就 我后来我就想 哎呦我就想抽自己 那么笨啊 我的想法就是说 我不应该让人家存着一种 希望 对对对 某种不切实际的希望 然后让人家失望 多没意思啊 你说 但是我很想知道 他们虽然没有受到打击 他们会对这个答案怎么想 我会这么想 我总来说吧 就是因为 如果我很喜欢这位女孩的话 我因为害怕她拒绝我 我不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会非常后悔 但是我做了这件事情了 我邀请了 她不来 那么是她不愿意跟我 但我自己没有什么后悔 啊就坦然了 反而一块石头落地了 是 后来就是有 后来我们又做小组作业 她也没帮我拿三脚架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我个人不认为 有这种消费情感的这个 就是我不认为有这个 不成立 就是说 其实情感 说真的她在那儿 你不消费 她也就是随风而去了 还不如消费呢 我忘了是谁说的一句话 我自己很喜欢这句话 我说你对一个女孩 最好的赞美 就是你让她觉得你喜欢她 那我觉得这句话 我本身是很受用的 就是说 那即使你们男孩子们 男人们 假使说有特别正气凛然的人 拒绝了你们 你们也不要放弃 对其他的那些人 是正好的决心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开展的一门口 完全就失败 对 这方面真的 女孩子们要多听你 我希望她去了解一个女人 走进一个女人的内心 我希望我的儿子 不要重蹈我的悲剧 你对一个女孩 最好的赞美 就是你让她觉得你喜欢她 鼓起勇气去跟她说 然后我开口说 第一句话是I love you 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软骑的 这样的一些培训和一些方法 真的帮到一些人 克服了他们的社交恐惧症 是吧 然后他的一些学员呢 也最近在这个街上呢 有了这样的一番练习 我们也请这个 他们自己带着摄像机呢 拍了一下 当然中间遇到这个女孩子 我们还是会隐去 他们的这个正面的面貌 不至于对人家形成骚扰 当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方法适不适用 咱们今天一天时间到天黑之前的三个小时了 今天几个形象都不错 自家状态 我挺喜欢这个地方的 这个环境 那咱们开始 我刚才看见你 然后感觉很好 就脑子一种想认识你 想认识你 我不是坏人 我叫李太豪 我没什么恶意 我是不是吓着你了 吓着我一跳 我长得也是坏人 但是我 你是很担心的问题 你是担心我把你吃了 你担心我自己有一点没怕 我是不是吓着你了 那我离远点 我在那个北京理工厂 那是学的计算机专业 我会把你写个来 增加你的安全感 这就对我来你写个有关系吗 你着急走吧 那你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好吧 马基好 想跟你认识 我在这儿走 今天就在这儿一起过个体验 刚刚看见你的时候 就特别好 刚才上来就给你 来去大门 那要不这样吧 大门就行了 你好 你们好 我想认识你也可以吗 不是 那个 你别误会 其实我是今天在门口 就说随便闲逛 然后这样就看着你们俩 就从我们里边走过来了 然后我就觉得你挺多别的 然后就这样就想过来 给你们打个招呼 那就是他呢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 然后 你们是来这儿逛的 对 我们是在一个县面上去 那你看我帮忙就留一个电话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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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么一看啊 我们这个四位帅哥 其实就坐在这儿 是吧 你们也说说 就是最初为什么会想到 这事儿还需要去学吗 当初去学着是因为就是自己想去找一个喜欢自己 自己喜欢的一个女孩子 就这么一个目的 但是因为我那个圈子可能相对比较小 就是通过网呢 我就找到远期老师这个 然后就跟着就来学习 你觉得有效吗 我觉得几个月的时间吧 我大约认识到了有十多位女孩 因为我软来的话 都是比方说朋友介绍 就是好几年就 我没有碰到那种 互相都比较满意的那种女孩子 就有一次有个朋友就跟我说 跟我讲那个爱情的东西说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我一听我就吓坏了 难道我得碰到三千个人才能碰到一个 一瓢吗 就是咱们理工科的思维就是 有什么问题 遇到问题咱们就解决它呗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社交上有恐惧 好像表现出来的一样 比如说面红耳赤啊 比如说不敢开口啊 然后怎么样 但是其实每个人心里的原因 可能会各不相同 对 然后我也特别想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 然后来看看这些问题是 怎么样产生的 我们今天在座的一位苏女士 是为母亲啊 然后呢她有一段时间呢 她也对儿子在社交方面的 这个圈子比较窄呢 有点担心 问问她的这个担心是从哪里来的 好不好 当然我的儿子就是她啊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只有过一次婚姻 这个婚姻呢是失败的 我是离婚了 我现在是单身的女人 就是因为她的爸爸实际上非常优秀 她每年都有那个水晶的那个奖杯 什么那个成就奖 每年都拿回来 但是我看这个奖杯 我真的一言难尽 她属于社会 属于工作 她在家里应该是一个丈夫 但是她太忙了 我觉得我们在离婚的主导因素的背后 是我们沟通不好 我希望她去了解一个女人 走进一个女人的内心 我希望我的儿子 不要重蹈我的悲剧 你要学会用心去爱你的爱人 你的妻子 那我就希望她去学一 但是通过这一年 她真正上了一年的课 我觉得她那个 学会了用女性思维跟我沟通 我们在QQ视频在打电话 我就说我的工作有多艰辛 我的生活有多难 然后她就用女性思维跟妈妈讲 我觉得人们都说女孩是 是爸爸的小喵 我觉得男孩真的是妈妈的小喵 谢谢 那儿子也说两句呗 是吧 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从小也是一个 属于比较内向的一个人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 就我学习以前的话 如果现在在这种环境 我是不敢去开口说话的 然后我也不敢去说 然后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然后我高中不是在国内上的 我高中是在巴西年的 然后就是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巴西呢 她是以足球文明 但是呢她巴西还有另外一个 比较有名的 就是她的女生很优秀 也比较热烈吧 对比较热烈 然后我当时呢 我刚入学时大概是十六七岁 比较一个 也算情投出开的年纪 然后我是在那么一个环境那里头 然后呢 所以正好就邂逅了一个 就是我觉得 我很喜欢的一个 这个巴西的这个女生 然后我不敢去和她表达我的那种想法 但是我很想去跟她说话 想去接近她 但是呢 就这种纠结的心理 我持续了三年 你纠结了三年 都还没开口呢 老兄你真够行的 对 所以我就是快毕业的时候 然后我去 就是去 就终于鼓起勇气去跟她说 然后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 I love you 然后结果就很明显了 她怎么回答呢 她态度还是可以 她说那个谢谢 但是我有男朋友了 然后 对 但后来我还是 跟我是一类型的 我后来还是依然还是挺伤心的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我的这个表达方式肯定是一个问题 对 我觉得我必须要去修整她 要去改正她 我只想问一句 你现在遇到你心仪的女生了吗 遇到过我心仪的女生 然后我也跟我心仪的女生认识了 太好了 我觉得刚才她们几位一说 你就发现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不一样 然后学理工的一看 什么都是问题 结果解决方案 是吧 这个就是典型的男性思维 所以男人多擅长总结 我听说就是关于你第一次 大家互相有一定的好感 成为了这个相识以后 如果要想在这之后 怎么样去发展这样的关系 您好像说了一个三三法则是吧 来来来给我们来普及一下 三三法则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这个女孩对你很有兴趣 不用考虑 如果这女孩对你没兴趣 这个也没用 但是有一种情况 她对你的兴趣处在不高不低的 那么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这时候你怎么能够把握这种机会 那么三三法则就是 我觉得她的心理学依据是 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这种礼貌的一个 能够容忍的一个点 简单说就是每次跟她的短信 来回回合不要超过三次 等到下一次短信要隔到三到五天 联系也是三次 三次之后你可以提出一个模糊邀约 这就是三三法则最简单的一个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那种对你有轻微 稍许好感的女孩 她会习惯这种方式逐渐的跟你去了解 为什么中央要隔三五天 那么每天发多好 更显得我很热忱 这时候就要说到男女交往的几个阶段了 如果你们已经是好朋友或者是情侣关系的话 可以每天发没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 临界点之前 对通过搭讪认识 甚至还没有把对方再约出来 对方对你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这时候如果纯粹男性思维的话 她想到这个女孩很好 我要追到她 她会不由自主的就想每天发 但恰恰这种方式透露了一个信息 你向女孩传达 你好像有特别强烈的欲望 要跟她成为男女朋友 这种女孩反而不敢跟你去再往下交往了 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我特别同意 你要用这个频率 三到五天联系一次频率 向她传递出你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我是想跟你先成为普通朋友 然后我们要交往顺利的话 再往下一步发展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传递的 不是所谓的方法论 而是很多的这些方法 你会看到它是一些很朴实的 其实这种东西在咱们这个环境 恰好是欠缺的 我可以看到很多我的学生 他们可能24 25之前 都没有交往过女孩 在他们的那种学习工作的成长过程中 比如理工科的 然后这样的人如果到 或者现在宅男宅女很多的 这样的人你想她没有交往过女孩 到了二十七八岁 介绍对象就要结婚了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没错 成功的概率反而低了 对 所以这时候 将来婚姻有失败 彼此伤害的可能性非常大的 这个东西呢 我们更应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常识 人和人之间社交的礼仪 而不是方法和技巧 没错 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 我觉得不仅请到阮奇 他的学生们 还有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 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能够真诚的与人交往 但是同时也多注意一点 我们的社交的礼仪 和注意那么一点点 小小的情感沟通的方式的话 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有什么样的收获 谁知道呢 好 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的天下女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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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